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立即变成了人质 高 实在是高 二事实上 在将军领兵出征时 将其家眷都留在京城 这种做法不是崇祯帝首创 而是自古以来的习惯使然 兵权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 可以威胁皇权统治 用得不好 将直接威胁皇权统治 当边疆发生战事 内地发生叛乱 大多数时候都必须派遣将军率部出征 俗话说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守 连皇帝的命令 将军都可以不听 由此可见 这时候 领兵在外的将军 就是最有实权的人了 虽然将军往往是皇帝最信任的人 但在巨大的诱惑面前 他们不一定都能忠心耿耿 毫无一心 怎样从制度架构上 确保领兵在外的将军不敢 不能 不想造反 有很多办法 如在军队里设置 监军一类的制约职位 在后勤保障上进行限制等 但最有效果的则是 把将军的家眷留在后方 使得将军投鼠忌器 不敢轻举妄动 三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 就出现了这样一幕 颜平王郑成功率领父亲 就布在东南沿海抵抗清军 当时 他部下有一名汉将叫师郎 师郎英勇善战 屡立战功 又是郑成功父亲郑振龙的老部下 深了郑成功信任 郑成功让师郎与坚平侯正太 一同率部镇守金门 下门一带 为了截至师郎 郑成功以远离险地为由 让师郎把家人从金门下门迁到台湾 为了宽慰师郎 郑成功充满感情地说 本王将是你的父母为父母 是你的子女为子女 你就安心拒敌吧 然而 是能骗谁呢 郑太一针见血地对师郎说 从今日起 你的父母亲人都成为严平王杖中的人质了 师郎沉默不语 果然 后来师郎因为曾得事件与郑成功决裂 郑成功认为其反胖痕迹一险 便杀掉了师郎的父亲 师大宣和弟弟师贤 这让师郎怒不可得 从此死心他地投靠了清仇 后来 师郎成为康熙帝 攻取台湾的第一功臣 自那么 古往今来的领兵大将中 有没有江家隽带在身边的 哦 他就是有志士之能臣 乱士之枭雄 支撑的三国枭雄曹操 曹操打仗时 总会带着一大家子人 儿子曹匹 曹昂 曹芷 以及孙子曹瑞 都有跟随身边进行战场历练的经历 一百九十七年 长子曹昂就是在随曹操征伐张秀时 遭到张秀突然袭击 不 姓与大将点为一同战死于婉成 此外 曹操的妻妾女儿 等女眷也会跟在身边 卫书记载 二十一年二百一十六年 太祖东征 五宣皇后 文帝及明帝 东湘公主皆从 时后已并留业 二十二年九月 大军还 五宣皇后左右是已见后颜色风影 怪问之曰 后与二子别久 下流之情 不可未念 而后颜色更盛 狠隐 后笑达之曰 瑞等自随夫人 我当何忧 这段话的大意是 曹操东征使 江辫夫人 曹丕及曹瑞 东湘公主都待在身边 真夫人因为生病 所以留在夜城 大军班师回朝时 遍夫人的随从见真夫人神态风影 面色很好 觉得很奇怪 真夫人很会说话 她说 曹瑞跟随在遍夫人身边 我很放心啊 曹操为什么在打仗 石江家眷待在身边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当年曹操父亲曹宗住在泰山郡化县 没有跟在曹操身边 结果被徐朱木桃千拦截杀死 曹 曹凭什么能再打仗 石江家眷待在身边 原因其实很简单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是事实上的大老板 连汉县帝都不放在眼里的主 谁敢说半个不字 参考资料 明史康熙王朝卫书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